畫面中活跳跳的白蝦捕撈上岸 这里是台东渔民的养殖虾场 因为东部海岸污染比息不少 广受沙汇者的喜爱 但今年受天气影响 白蝦几乎来不及长大 渔民手中的白蝦有大有小 现在养殖起来格外珍贵 渔民说这一批虾苗是去年中秋节放养的 但遇到台风又停电 虾苗大量死亡 这回再重新放养 预计要在今年农历年前上市 却又遇到气温高低起伏 影响生长 除了气味影响 候鸟大量出现带来病菌 也造成白蝦大幅减少 目前市面上一斤白蝦 已卖到四百元 民众想吃恐怕也要蓬蓬勇气